2017新的一年 我们来看在2016去年 在国际间非常受到瞩目的这几位狂人 有人说他们是国际间现在四大狂人 在2017同样受到非常高的关注 而他们又说了哪一些话 值得特别留意呢 我们一开始就帮大家做个整理 包括了这个金正恩讲 普景惠自动只会搞民族分裂卖国求人的货色 我们要用全民的意志 彻底的粉碎他 川普说2017我要助我这么多的敌人 还有那些和我对抗去惨败 不知该如何是好的人 爱你哦 救命 这个真的是川普他的风格会讲的话 再来杜特地 新年又怎样 我才没有空去办好人呢 继续的要他扫毒之类的 那普丁不一定讲说 去年充满了各种挑战 但我们所面对的困难 却让我们更加的团结 感觉四大狂人当中 普丁讲的还最比较中规中矩的 来王老师王院长你觉得这几位在2017 士兵占全球的新闻版面会很大的篇幅 当中哪一位你个人觉得你会花比较多的时间去关注他 当然是川普 川普 对 川普 就是说因为美国还是世界第一大的强国 那尤其是川普 他是一个非典型的政治人物 而且他当中总又开始掌握所有的情治单位跟核武 对 所以事实上来讲 他的很多的一个政策都跟过去是不太一样的 包括就是说他对中国的一个态度 对俄罗斯的一个政况 甚至对就是说中东地区的一些这个政策 关于谈到核武 他事实上也强调就是说美国要强化自己的一个核武 那尤其就是说他上台 可能这个在内政方面 他已经讲就是说要这个来取消欧巴马的这个健保 但是在对外方面来讲的话 他已谈到就是他对于TPP 他也不参加了 所以事实上来讲 对于亚太地区的一个自由经贸的一个发展 那这事实上也很大的这个的影响 那另外就是说这个大国的关系 中国俄罗斯跟美国的这个关系 那过去来讲 我们看到欧巴马的政策 他跟中国来讲稍微有竞争 但是也有合作 可是跟这个普丁呢 却是完全的一个把这个背道而驰 可是现在看起来这个欧巴马在这个三大强国之间呢 他的政策来讲 对中国呢是有很多的这个批评 那么跟打压 可是跟俄罗斯呢却是眉来眼去 所以这方面来讲的话 那这个国际上的大国关系呢 可能都会有所改变 所以2016川普已经扮演了全球的黑天鹅 2017他继续演Part2都有可能 我们来看大家关注的 就是接下来1月份的时候 川普在就职典礼的时候 会讲些什么内容 我们来看最近他在推特上面的发言 他讲到说北韩才刚刚发了声明 研发射程范围可达到美国的核武 达到最后的阶段了 门都没有 这是川普说的 你北韩研发这核武王 要接近美国的程度根本不可能的 另外他也对中国呛响 他说中国从对美国完全适合的贸易当中 获取了庞大的利益 却不帮忙来解决北韩的问题 哦 nice 你好样的 我问一下川大哥 你觉得1月份川普在旧职典礼演说的当中 中国北韩会成为他演说当中的主角之一吗 基本上他还是会以中国为主 而不是北韩只是他附带的 因为当然其实北韩的威胁在于哪里 北韩的威胁在于说 他的那个武器打出去之后 他可能可以打到美国 但是也可能可以打到中国 所以那才是最可怕的 就是北韩最可怕的是他设不准 所以这是我 但是中国来讲 因为川普他其实你知道 他整个的起来的时候 是美国的老白蓝 就是老的白领 然后蓝色的 这群人所以他真正经济上 不然川普的施政会有法上的大问题 所以他整个的对手一定是中国 所以他在中国尤其是经贸上 一定会有更大的着眼点 而这个着眼点他会拉高通促 所以比如说拉高通促之后 他才会加以威胁 所以你看他现在还没上任的时候 已经开始铺陈了 你这个什么Toyota 你不准给我再去墨西哥设场 不然我要对你怎么样怎么样 他其实基本上还是要把工作机会 让美国人觉得 他有做到 所以是针对于中国是最多的 不过刚刚讲到那四个狂人里面呢 我会其实我比较喜欢的是普丁 因为川普的呢是话题热闹 你看他这个时候推测啊 什么话题热闹 可是普丁呢 他现在呢 美国那个已经他没什么压力了 他跟习近平又很要好 俄罗斯每次出手的时候是画面好看 所以你知道俄罗斯每次出去的时候 只有俄罗斯曾经有过一次军演 五万辆坦克同时给你开出来 也就是俄罗斯会拍个纪录片 他的所有的什么TU162啊 TU160啊 苏凯234 苏凯24 怎么去轰炸 所以普丁现在呢 川普那边 大概呢 尤其是川普当年在最撂倒的时候 普丁还帮过他 所以现在呢 普丁会觉得说 他面对欧洲 面对中东 对我们新闻来讲 画面好看 那会是普丁的动作 那是非常好看 其他这个二国一出手就是 比较见真章有没有的时候了 因为他 你看去叙利亚 那么快的时间 对不对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北韩 因为在研发核武 就虽然说有些媒体报道说 他们的核武 已经到了接近美国的一个 成立的阶段 被川普给打枪 不过在南韩的部分 也确实有因应 问一下夏伟哥 因为南韩国防部 这时南韩要成立一个斩首部队 斩首部队 新名词 但是其实南韩不就早就有 类似暗杀金森恩的 这些特种部队了吗 但是北韩很难混进去啊 所以你知道就说 现在对于这个 那个周边的国家来讲 金正恩最麻烦的就是 他很难除掉 他真的很难除掉 所以你看 美军他们现在的这个想法 是基本上来讲 要把他们的这个 两栖的这个战斗群 搭配上这个云基 能够进行个 进入平壤 快进快攻的一个做方式 然后在必要的时候 快进快攻 快入平壤 然后把这个金正恩抓住 然后把他给 把他斩首掉 这是美国目前的想定 但是难度很高耶 然后那但是你说 像那个韩国来说的话 那当然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 情贼情王嘛 你能够把那个金正恩搞掉的话 对不对 那像这样一个 脑筋不正常 又喜欢发疯的人 对不对 然后又喜欢那个说大话 没事啊 喜欢要乱射 一夜这个 一夜射个这个二十几颗 三十几颗飞弹 然后他才觉得很开心 金正恩真的被干掉以后 南北韩的局势会更稳定 还是更混乱 主要是要看是谁动手 而且派谁去替换他 因为其实现在对于 中国大陆来讲 中国大陆最不希望 那个北韩没有 因为北韩是他跟这个日本 还有这个 缓冲区 一个缓冲区 那如果这间这个缓冲区突然变成南韩的了 那就等于说美国跟这个西方的这个势力 就直接直抵这个 压力将边 压力将边了 对不对 那对于中国大陆来说 这又是一个不能接受的情况 所以我看啦 就是说如果今天真的 美国跟韩国加上日本 摆出对朝鲜不惜一战的这个态势以后呢 中国大陆一定必须要去认真面对这个问题 想办法要把金正恩这个问题彻底解决掉 不然的话你说后面对于中国大陆来说 那麻烦的事情就更多 北韩其实中国早就对北韩有一个预备的州 金正兰他是保存的好好的 我们问一下其实金正恩怕不怕 金正恩私底下已经在川普当选之后 已经找了三次私底下非正式接触的机会 这透露什么讯息 事实上来讲就是说 这个报告杜特帝都有强调就是 大概人都怕二人了 看来川普还是比较这个强硬的 所以事实上来讲 其实金正恩跟美国之间的一个协商 那么在他任来也已经发生过很多次了 其实双方来讲都还是希望呢 能够能够达成一个避免冲突的一个方式 比如说人怕二人 所以金正恩找非正式管道去接触 川普的幕僚周边专家也是这个原因吗 也是担心就是说川普不按牌底出牌 那他有可能就是说对于这个北韩 有更强的一个姿态 一个措施 尤其现在呢 这个川普不按牌 有没有办法 有没有办法 但是我想当然是想必须 那我们就想不想和我们 没有办法 也不是我们事前选 等一下 请继续 员